这是罐庄的炒面 我来美国两个星期了 没有吃中餐 这是我在超市找到的 今天我们要重新尝试一下 华盛顿的中餐 所以呢我们问了很多中国人 然后我们要去的低价餐厅 是他们跟我说的是觉得 是全华盛顿最好吃的中餐厅 现在已经有大概 两个多星期没有吃中餐 好饿 走 let's fine oh there we go 据我的了解这个地方 就稍微高达上一点 所以可能是反正上海菜嘛 the might be a little bit fancier 这是午餐厅 需要中文的菜单吗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这有两个菜单 刚发现其实中文的菜单 跟英文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因为他们中文的有 毁锅肉还有麻辣香菇 因为可能这个不是很多外国人 美国人能接受的 所以我们就点了这两个 我们不像四川 not like 西 中国的四川 只有那么辣 可能是这么辣 因为美国人能很辣 但是可以做成中国人喜欢的那种馅 对 不要太美式 哟 这个是羊肉的麻辣香锅 其实我在北京很少吃 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我尝一下这个肉 不错这个肉特别嫩 所以反正就是上次在那些 其他的餐厅吃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用了别的油 就是代替了我们这边本地的油 然后就不想去买那些中国的 那些是中国的 but it's just it tastes like 就是很多地方我跟他们说我想中国辣 like I don't want it like actually spicy 然后他们看我还 这老大爷觉得他能吃辣 对这个就是店里最喜欢的菜 他特别挑食 所以他说这个好吃 我还挺送的吧 可能我不知道 那些别的餐厅会怎么样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压力了 绝对不是广告 我去 这里边有4560毫克纳 4,560mg of sodium 就是一天的百分之一百 下一家是也是川菜 Let's go 所以现在我们去第二家餐厅也是川菜 叫Gin River 这个就是很多人给我推荐的在美国 史家装Rockville 华府地区 华人最多的一个地方 这应该是更多的 Let's g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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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ready? No Not yet We just 你会讲中国话 你会讲中国话 我被他笑 这一片中餐 中式中餐就剧场 美食中餐只有这么点 外国人喜欢吃啥 冲导鸡 西凉花鸡 甜酸鸡 我小时候 我所知道的中餐 店里香碱的甜酸鸡 比试 我看这英文都不知道是啥 关公鸡片是啥 这边那个麻椒味特别浓一进来 就能闻到 在美国根本闻不到麻椒味 所以这是我们的回锅肉 鱼香茄子 非常红色 Hurry I'm going to die 上次的视频里边我们去的第三家餐厅 他们都没给快乐 比昨天的稍微薄一点 看这个肉 就没有昨天的那么厚 I like that That's really good So I've just been told by Danny 如果在四川的话 这个可能不算特别伴中 This style Today's回锅肉 Just feels a little bit more like what you would get in a restaurant It's more standard It appeals to more people But the other one felt a lot more like homemade A lot more love That being said They're both amazing Oh Han do la la lai 到了中国之后 包括我自己 所以非常非常喜欢吃茄子 看这个茄子的皮 是几色的 几色的 Now Holy shit Oh man That's so good Who stayed on this Don't do that Oh 在中层那里遇到老乡了 那很多中国朋友都跟我说 如果你喝热水喝冰水 一起的 对肠位不好 但是我喜欢微型的生活 We got fortune cookies 这是天鱼饼 昨天那家没有好 Let's go Oh yeah Oh 哦 吵死我了 我去声音机了 Now 你去咖啡 我去声音机了 你去咖啡 我去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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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像其实华盛顿的最好的中餐厅都是穿菜 但是呢 这个就是很多人给我推荐的比较高达上的一个地方 called citron pavilion 中文的人不知道是啥 但是 Let's go How are you 啊 tell of the two berry 小天回锅有个的 two types they have chinese and not chinese the chinese baby is two 您有什么推荐吗 没有 自己喜欢吃什么 吃点什么 中式回锅和回锅有什么区别 中式是那个 好看 好看 虽然很贵 但是好像分量还是低 大则鸡 好感觉心情突然好起来了 虽然贵 但是贵好像还是挺值得 中国的味道 但是美国的分量 是吗 好肥啊 应该挺好吃的 哎呀 我在减肥 吃点饭 是吗 嗯 加油 you very much 减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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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红哨子 我看着还挺肥的 肥肉挺足的 平时我见过很多餐厅 应该是迎合美国人的口味嘛 所以就不会做的那么正宗 这个看着还挺 不健康的 不健康的 就是正宗 哦 最近很多人都在评论说 我开那个饱满啊 他奔驰 他就是我父母的车 这还挺贵的 不满您说 这就是狗粮的味道 那我们去了三家中餐厅 我觉得其实都非常好吃 但是 都挺不错的 那 那 哪一家中餐厅 那我们去到第一家 花了五十四肠 第二家花了三十三 三家有点贵 花了六十七的 我们首先得说 那第二上三餐厅 我们到第一家都很饿 嗯 and the first restaurant we went to, we were very full 对,其实我们去的第一家层天,我们刚吃完饭 所以非常饿,而且喝了很多咖啡 but I think that makes it even better or it means that restaurant was even better because you know, I'm just going to come out and say it first the first place was my favorite because of the whole肉 the twice cooked meat that's the benchmark so then you pick the first one then I think so all things considered ok 那我选择 第二家 我觉得其实性价比比较高 而且 yeah,no 我不要犹豫 第二家是最好的 第一家和第三家也都挺好吃的 但是 第三家有点太贵了 所以我觉得不太适合平时去 如果你有什么 应酬啊 这种特别重要的活动 那就可以去 但是呢反正这也意味着我们在华盛顿 找到了一些特别好吃的中餐 they're all legit you know,we've lived in China for seven years these are good Chinese restaurants all three of them are really good 反正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 在华盛顿其实可以吃到正宗的好吃的中餐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and we'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爱你们 bye bye Gonna have some Chinese food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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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g